大家好我是Ben 歡迎來到SUPERMOTO 8的頻道 各位我們來到立寶卡丁車賽道 主要在試的車就是我們身旁的RCS MOTO 我相信很多人在流出之後 非常非常期待它的車款 推出之後真實的樣子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好在此介紹之前 我們先來講講它這次最終公佈的價格 RCS MOTO E25 ABS的版本則是98,500元 RCS MOTO E50雙疊版本則是10萬1千元 RCS MOTO E50 TCS的版本則是10萬7千元 然後三款車都有5000元的購物金 另外還想24級的00綠營 以及分期想600萬的駕馭保障 應該是保險 還有一個相關車的行車記錄器 等等的一些優惠的小小的禮物 好回歸到這台車 首先我相信應該 大家很想聽聽設計人 怎麼看待這個車頭 對不對 我偏偏要講 當它的圖流出來的時候 雖然我沒有分享 但是我第一時間也看到了那個頭 網路上有幾個說法 一個是說它是超Jet的 因為Jet其實後來SL是這種兩顆的燈 再來有人說是DRG 因為它前面的整體的量體縮小了 好像變得很窄很鏤空 但是因為當時我看到的時候是沒有車尾的 如果它車尾做的非常疊型 非常收內收的話 我覺得或許你說它超DRG可能合理 但是實際上我看到這台車之後 我覺得好像有沾到一點點 這兩輛車的影子一點點 但是實車其實我覺得 它還是比較像他們過去的Racing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這塊面積的厚度 在實車上面看起來是像Racing一樣 是比較偏厚 然後比較偏寬的感覺 主要是因為它這邊做了很多鏤空 還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做平貼 你看這邊有拉一些線 然後中間有LED燈 然後下面又做了很多小翅膀的設計 這些設計都讓它整個車頭的量體被打散 那也因為這樣 你會覺得它看起來好像變得比較尖銳 比較像是DRG的感受 但我覺得實車其實你看了之後 你覺得還好並不會有那個感覺 我也覺得這個年輕人會比較喜歡的 就是你看它下面下面的部分 它在這邊的獠牙 其實在光陽的很多車款都沿用了這個設計 那我也覺得這是對的 因為可以讓你的這一億 比如說這5年或這10年的設計 都沿用一些素材來貫穿 比如說像Ducati 也或者像Kawasaki 他們常常都會有這樣的設計 丟出來之後 最近這幾年通通都走同樣的路線 那我現在看起來這個獠牙 就是有跟隨光陽他們的整體設計與會 這是蠻棒的 另外它在這邊做出比較創新 就是你看它這邊竟然有一個登島 直接坐在獠牙上面 也代表說這個獠牙在夜間的時候 它是會亮起來的 我們直接開給大家看 是不是你看 打開之後這獠牙則是 雖然陽光有點大 但是它其實泛出了一個白色的光 然後今天在賽道上面試乘的時候 我們遠遠看 這兩顆魚眼頭燈發著藍光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在陽光裡面 變成藍光 蠻酷的所有的車過來之後 都是藍光配獠牙 蠻帥的 真的蠻帥的 好再來你看前面土著的部分 他們也特別做出了一個好像兩個尖尖的 一個 算是鯊魚旗的感覺 然後下面則是用一個卡蹦的壓紋 那這些種種的車頭設計 我覺得都回應到他們所謂的MOTO 他們有一個MOTO系列 大家可以看這個Logo的部分 這就代表他們家MOTO家族的整體設計 那也因為這些的設計元素跟方向 把今天這一台全新的RCS 往RACE那邊推進 至少在頭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傻的 再來在上面的部分 它則是採用一個小小的盾牌 然後是使用一個外露手把 那也因為這個上端的設計的關係 讓它整個車頭的量感大大的降低 所以你可以從車頭上面看上去 你就覺得 這個車好像就是一台125 甚至你覺得它是更尖銳 更瘦小的一個 鋼炮的感覺 是非常輕盈的感受 你看它在這邊還是做一些點綴的 彩貼的部分 讓它有一種畫龍點心之妙 回到車身很明顯的 你看這個 液壓成型的車架 這個就是過去Racing給大家最有記憶點的 因為當時我就推出 我就覺得這非常創新 沒有看過一台速可達 會把車架直接做成外露的一個部件 這是當時我覺得Racing最讓我覺得 很有創新 很敢創新的一個點 現在你看到這個 基本上你就可以大概判定說 好這個車側跟這個車尾 大概就是跟過去是採用一樣的設置 再來往尾巴看 我必須說往尾巴看之後就是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想要得到一台全新的車 你會覺得比較失望的點 因為它的車尾的部分就跟過去的Racing 是採用一樣的設置 兩個分離式的大燈 然後一個非常尖俏的屁股 然後整個比較寬 然後有點尖俏的手把 這些設置都跟過去的Racing是一樣 還有下面的突出設置都一樣 所以如果 我先不說它好不好看 如果我覺得要追究協調性 因為前面是魚眼頭燈 我就會想在後面加一些圓形的元素 去呼應前面的魚眼頭燈 也或者是利用一些更複雜的一些曲線 跟打破它的塊面的設計 來讓它的車尾再收窄一點 儘管如此有一點失望 但至少現在你可以看到 如果拉遠一點看 整個車身的比例 我一開始看到流速圖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 如果你車尾真的是比較厚重 你車頭又是收的那麼小的時候 比例會很怪 但是現在你看看起來其實並不會 因為前面像我講的 當你看到實體之後 你看它這個側面的量體 其實還是保留下來 配合它整個車尾本身設計 其實算好看的設計 我覺得煮起來之後看久了 至少讓我們今天一整天看下去 我覺得其實它是蠻有它自己的味道 基本上它的整體架構 就跟過去的Racing差距不大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它的手把變成一個外露手把 也因為這外露手把的關係 過去的膠殼會擋住手把的空間 這些東西都沒有這個問題 也因為這樣 你看外露手把 我只要掀開4顆螺絲之後 我就可以輕鬆調整手把的角度 所以不論多少身高的人 他都可以透過這4顆螺絲的調整 拉到他比較想要的騎乘幾何的位置 比如說你想要近一點 或是想要遠一點 或想要低一點高一點 你都可以轉動 像配配的話 可能就把手把直接轉到這邊 所以這個手把讓使用者 有多的調整空間 這個是蠻加分的 再來就是椅鏈的部分 我覺得它在前半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做的非常平整的 但是如果你身高比較高 你看我身高180 如果我 如果我坐的比較舒服的位置 大概在這邊 但是如果今天你進到賽道 這個其實要扯到 因為我們今天在賽道4騰 我在裡面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要往後坐 但是他這個盾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馬鞍造型的盾 剛好頂住你的屁股 所以你沒辦法真正的 把身體往後放 放到後面去乘坐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 在一般道路通勤 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在道路上看到一些爸爸 他很喜歡坐在後座 前面要載小孩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很喜歡坐在後座 如果你有那個需求的話 我認為他這椅墊 你可能要改一下 把它削平 但是正常來說 只要180以內 我相信你做這個 他預設的整個比例 跟幾何是非常好做 你看我180 我的腳平踏OK 我往前伸 比例也OK 我相信他這個騎身幾何 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很輕鬆的使用 那這次的儀表的部分 他們則是換上一個方形的 一個高對比的液晶儀表 那很清楚的雖然今天太陽非常大 你看現在太陽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深底 然後白質 但是依然可以非常清楚的辨識 你看 連我現在戴個墨鏡 我都可以很清楚看到 現在的整個時速轉速的整體設置 因為這台車在高階版本 就是搭載TCS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手把的部分 則有TCS的按鍵開關 那同時在儀表的部分 兩側還有提醒你TCS有沒有開關的一個指示凳 前面的部分則是一個 置背的空間 其實是蠻大的 我一顆拳頭下去是沒有問題 而且它是非常完整 所以如果你是放寶特瓶 也或者是放一個700cc的飲料 都可以輕鬆的放進去 不會有那邊卡到的情況發生 另外在前面的部分 它則是換上了USB-C的充電孔 這非常貼心 因為我的iPhone15 我最近就換USB-C的iPhone15 就這樣你看C to C就非常方便 透明有杯 原廠就給你了 是不是 Monkey是不是想撞 Monkey適合嗎 Monkey要改復古元的 因為我們家有出油杯套 我想裝油杯套 Monkey在那邊會卡住 對 這樣子油杯套就賣不掉了 因為大家都想看到裡面有養魚的 透明的感覺 看一下它椅墊的部分 我覺得它椅墊 特別在中間做上了麂皮的設置 然後旁邊有一個卡蹦的紋路做交疊 整個乘坐感覺椅墊是偏軟的 整個固定身體的效果都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車廂抵達空間 好 沒意外的 它是一個自動坦開的椅墊 然後再來它下面空間其實算蠻完整的 然後其實這個設置 應該就是跟過去的RACE是一模一樣 後面一頂三分之三 然後可能大一點的應該有機會 因為它後面還有 它上面其實還有拱起的空間 讓你可以塞 那前面放手套 放雨衣 或放一頂刮皮都是非常的足夠 最重要就是它提起來怎麼樣 那我必須說他們在官方特別提到 他們這一次在動力的部分 是他們最琢磨的點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們首先在噴油嘴的部分 換上了軍兵的6代噴油嘴 讓它整體的噴油效率 還有油門的反應都往上的提升 再來他們換上了一個輕量化的連桿 讓它整個慣性也降低 同時在活塞的鍍膜上面 它也做了一些更動 還有搭載他們最佳化的一個VVCS的閥門 讓它不論在低轉還是高轉的延伸性 都可以保有非常好的一個協調性 他們也針對它的耐用度做調整 讓它的整體的散熱效果往上提升 所以如果你買這台車 你就不用擔心 它可能因為過熱的關係 導致它車輛出現什麼問題 它的耐久度會往上提升 再來全員廠的狀態下 他們的CVT也比起過去做了一些更動 在動力的部分 平均增幅高達2.4% 然後最大增幅則是有4.7% 然後離合器他們優化它的反應 可以增加到30%的離合器的油門反應 以上的加總之後 他們的最大馬力 則是來到同級之最的14匹的動力 好講完這些動力規格 最重要就是它騎起來怎麼樣 好我這邊再特別提到 他們其實有說到 他們在車價的部分 也做過一些的調整來優化 讓它騎起來 跟過去的Racing有不一樣的感受 那今天我們試乘時間非常短暫 因為媒體非常多 我們一組人只能試三圈 我出去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的感受就是 它的前輪非常的輕盈 那我覺得這是過去 我覺得Racing比較不會讓人給人的感覺 那在過去很多回饋 就是Racing的尺碼比較大 比較偏重 它比較算是一個沈穩型的車款 它沒有像是 比如說其他的品牌的那種 125車來的那麼刁鑽 但是我今天在它車頭上面 我真的感受到那所謂的刁鑽感覺 你只要輕輕的推動手把 你就可以馬上破壞它的慣性 然後帶車輛進入彎角 這一點我覺得是蠻加分的 因為至少你在一般道路試乘的時候 比如說你進到小巷弄 或者是上班的時候 通勤的時候 在鑽車縫的時候 前輪的這個跺腳的靈敏度 這是非常加分的 在後面的部分 我覺得它後半部 就比較像過去Racing的感覺一樣 是一個比較沈穩 但是我覺得它有解決一個問題 以我們最近試的比較有感的 就比如說像亞馬哈 它後面的兩支雙槍避震器 會有一種非常頂的感覺 因為它們要撐住整個引擎 傳動箱還有後輪的整個重量 所以往往你要做到很穩定 然後不會晃動 又要做到很舒適 就好像天秤的兩端 你沒辦法抓到一個很漂亮的平衡 但是我覺得今天它在這邊有做到 雖然它的前面是比較躁動的 但是當我經過APEX出彎之後 速度加油之後 整個重心往後面移動的時候 這兩支避震器 並不會讓我覺得很頂的感覺 它可以輕鬆的把力量 給完全的吸收住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後面是一個比較沈穩的感覺 前面則是一個比較躁動 比較靈活的感受 所以一開始下去 你不會覺得說前面前後是非常協調的 那個感覺 你會覺得前面就是讓你很輕鬆打破慣性 後面就是比較沈穩 所以到後來我開始適應之後 我就善用它這個特性 在我進彎前先打破慣性 讓車輛傾倒 那非常靈巧可以傾倒下去 然後在我過APEX的時候 開的時候重心轉移到後面 我把整個身體的重量往後擺一點 後面的整個沈穩感也會出來 帶著你出彎 那整體而言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賽事上面的調整 我覺得可能不只我 因為在今天的早些時間 我們其實問了其他車手 大家也說可能在前面的資深性 大家會想要加強 我認為這一次他們的整體調教的設定 真的就是希望你在一般道路的情況下面 騎起來是更加的靈巧 不會再像過去大家給Racing的那個感覺 就是比較沈穩比較笨重的感覺 這是他們想要推動的 再來我講它這次的動力的部分 小利寶卡丁卡丁廠我們非常熟 我知道這邊對於樹可達來說真的算是一個大尺寸的尺碼的場地 但是我出去之後油門關下去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整個車是很精神的 再來就是我們之前試過的 比如說像是PGO的車款 他們的調教其實原廠就很像是那種改裝車 你關下去之後中間就是拉轉 拉轉速度非常快 然後拉到8000轉或者是7000轉之後 力量才開始出來帶著車子出去 那個設置當然是一個不錯的設置 因為它會讓你很容易很熱血 然後把轉速推到很高 但是你會覺得中間好像少了一些扭力 但我覺得今天 今天的RCS它就感覺設在中間的位置 全員廠可能偏笨 如果像PGO那個設計 我覺得就很像改裝車很極端 但今天它就是在中間的位置 我出P去關下去沒有帶什麼轉速 但是它一樣會有一個推力推著你往外跑 即使在很多刁鑽的彎角 比如說5號彎回頭彎 我不拉轉我都會覺得其實那個動力是飽滿的 然後也因為這樣設計 配上它前面比較靈活的跺腳 那我相信它在市區 即使你不是很一拜的要騎高速 你在鑽小時候弄 直接開油 直接它就可以推著你帶著你出外 好綜合以上 我覺得這一次的Racing 確實如它的外觀一樣 在前面車頭給你一個完全不同的感受 那車尾的部分 外觀看起來跟過去是一樣的 那這次車尾裡面度內的東西 則是再升級了 它把動力更強的動力 更好的配備更好的散熱都加注進去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車尾除了穩之外 出完整個飽滿的加速感覺 就完全的發揮穿搭給你 好最後 RCS這次的改動 我們可以大概看出光陽他們在產品設置的一個區隔 因為如果現在你要KRV 以我們試過KRVMOTO 我覺得它整個車輛的穩定感阻尼的感覺 被吸在地上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 但是他們現在這台車經過改動之後的前輪回饋 它感覺就是要跟KRV做一個切割的感覺 把它推向另外一個靈活的進階去調整 那確實也因為這時候調整之後 我覺得在產品上面的選擇就會變得更加的清楚 如果你想要一個長途旅行比較多 然後車身尺碼更大 更適合我們這種超過180公分的人 我覺得KRV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一點在市區上面通勤 專項弄 然後騎起來是更加靈巧的話 我覺得今天的RCSMOTO就是一個蠻適合你的選擇 同時你看它的車頭非常的凶惡 好不好 這是非常加分的點 以上就是針對RCS做的一個介紹 其實我自己我覺得今天來到這場地 還沒試到它的底 應該它最讓人填的可能是它的靈活性的部分 或許我們有機會在道路試駕的時候 再把它借出來 試試看它在一般道路的靈活反應 會帶給我們不同 會帶給我們哪些不同的感覺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